這一間就是最近可以買到一些 我們煮中菜的一些材料 我現在的樣子自戀了很多 有個人有自信 又或者是有保養的時候 人的心情也會比較不同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an 自從花花來了韓國之後 我們就馬不停提 不斷在外面拍了很多不同的題材給大家看 今天就想帶花花去不同的超級市場 特別是去超級市場買一些日常用品 那裡日常用品 其實都會想去Olive Young去買一些護膚品 另外這次還想試一下 不如在家裡挑戰一下做這個糖水 我自己就沒試過做這個中式糖水 因為其實我自己說真的 戒甜是戒得挺厲害的 那如果真的想吃甜的東西的話 不如試一下挑戰在家裡做一些中式的糖水 大家都應該知道 去到我們這些半熟的年紀的時候 就算Stay Home的時候 都會想試一下一些補身 養顏的東西 所以想挑戰一下做這個木瓜糖水 所以除了要去Olive Young去超級市場之外 這次還可能要去一個可以在韓國裡面的 中國超級市場去買一些冰糖 還有買一些雪椅 今天就是拍這個主題給大家看的 大家是不是看到我染了這個藍色的頭髮 現在就是洗了兩至三天的狀態 也挺好看 我喜歡現在這個顏色多一點 我們現在就立即出發去這個超級市場 Let's go 我最近在試骨膠原的Supperman 我在Instagram Story有Post過一次 然後有很多人問 它就叫Dermaseb膠原換藍美肌飲 去到我們這些初熟的狀態 說的是我現在要踏入三至頭 其實是會對比起之前可能二十幾歲 十幾歲的時候 對自己的面容更加會有少少的焦慮 例如可能是一些皺紋 又或者是自己的輪廓視明 明顯皮膚有沒有痠 說真的,我自己狀態很差的時候 看起來皮膚真的明顯向下碎 然後我看起來是非常殘忍的 他之前的畫面真的是極殘忍的 如果那個人是殘忍的 看起來可以說是差不多老十年 所以我最近也在試鮑原蛋白喝 我臨出門口或是臨睡前 我都會喝一瓶 所以其實人努力經營的話 可以說是在身形、皮膚、心態上 其實都可以變得更加好 我說的是最差的時候 可以甚麼都不管 我想說是護膚品 我當時跟Java說我不用 要不就只用凡士林 凡士林敏全臉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今天的衣服是襯的 我的藍色的頭是襯她藍色的袋子 大家都是白色衣服、黑色紙 我現在的觀眾好像未知道 Jenifer做了這個賣線 我自己也做了這個拉提 所以現在我的樣子比較衰一點 因為黏了兩塊膠紙 在臉上 我現在很腫 然後我就會 因為有恢復期 這個就是做美容麻煩的點 所以 都要戴著口罩出街 不然就會嚇到人 所以 膠原真的要及早補充 對 她真的有跟醫生說 開始有點噁噁的感覺 噁噁 真的要及早補充 所以不要說 哎呀我現在膠原這麼充充 不需要補充 No No 當它要跌的時候 你真的 真的會後悔自己想當初 為何沒有早點開始補充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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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乳酪也好像挺好 它是Grid Yogurt 還有它有分大盒和小盒 然後這個小盒好像放在辦公室挺方便的 可以試試買這個 它是連著Taiso一起的 它很方便 變成你有些生活日用品可以在這裡買 然後馬上可以來這裡買其他糧食 去完超級市場之後 現在先去吃東西 有隻超級可愛的狗狗在我們面前 你好 牠不理我 牠不喜歡 牠不喜歡我們 好吧 好吧 算了,我們去吃東西 好吧,我們走吧 再見 在前面這一間 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自己一個人住在韓國 每次買水果的份量都很大 其實自己獨居的話 其實很少可以吃到水果 現在趁花花來了韓國之後 就可以 份量都買了多少少 不然水果都很快壞 還有我們去到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是真的容易比較流失的 所以除了類型外合之外 我自己最近比較常做的 就是會喝一些膠原蛋白喝 讓皮膚真的由內到外都可以吸收到一些營養 其實在韓國這一邊都很流行喝這些 所以其實在韓國很多女生都會 可能帶著 臨出門口喝 又或者好像我這些比較大頭蝦的 就放在一個袋裡 出門口 又或者上班的時候喝一瓶 其實都挺方便的 我今天是吃比較健康一點的 它有兩個包 叫做有少少的碳水 其他都是比較健康的 蔬菜 蛋 還有一些菇類的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忌廉湯 那忌廉湯我應該不會喝很多 還有我挺喜歡這間餐廳 都真的它的裝修很有特色 很漂亮 超適合拍照 生起剛剛Colagen的飲料 其實我自己真的試過很多 淋淋種種的不同的膠原蛋白喝 有韓國、有日本、有粉狀、有液體 唯獨是在Germasap這個膠原換藍美肌喝 是我自己覺得最有效 還有你持續喝完之後 你都覺得皮膚是保持有彈性 還有皮膚是好了 而且是肉眼可以見到的膠原蛋白喝 我自己喝前喝後的最大分別就是 洗完臉之後 皮膚沒有塗護膚品 感覺都會比較保濕了 有彈性了 因為之前我無論有塗面膜也好 有塗護膚品也好 我有時上班去到兩三點 我這些皮膚位都會比較浮粉 但是持續喝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臉頰位幾乎看不到毛孔 還有補妝的時候會比較貼粉 近距離都會看到沒有浮粉的情況 甚至是皮膚位最容易卡粉 現在出來拍了影片 整人都沒有這個問題 很多人問我是不是蘋果肌打filler 但其實我想說這個是天生的 我會覺得皮膚更緊緻 還有蘋果肌都會有向上提 滿了的感覺 整體來說 整個線條是向上了一點點 當然不是極誇張 一定是沒有衣美那麼大差別的 但在有衣美做的同時 你做完之後是不是應該要更加努力 去保持自己的皮膚 喝完咖啡之後 就去下一站 去Olivian 我自己是住宏大區的 在我們宏大的社區 這間最近可以買到一些 我們煮中菜的材料 又或者是可以有些老抽 生抽都可以在這裡買到 它其實有很多火鍋的配料 偏中式 但你找一些港式的材料 它也會有的 買完冰糖之後就買雪耳了 已經極快找到這個雪耳了 蝦醬也有 挺正的 我第一次看到你這樣的大黑 韓文的蝦醬 看看這裡還有頭抽 還有老抽 童年的回憶式 中藥一定會送的 就快 是不是中秋節了 九月 還有我不是很吃得慣韓國的餃子 所以打火鍋的話 有時有些材料都會在這裡買 一個冰凍的例子 然後有榴槤 還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韓國人很少吃這些丸 我們香港人很喜歡在茶餐廳 點點丸 吃早餐也好 吃常餐也好 但其實韓國人真的不太吃丸 所以你要買丸的話 就要來這些市場才可以找到 我經常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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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女人 真是難 做個精緻的女人 更加難 貓貓 背到 你 其實我一直都很留意韓國的衣味 但做完之後又不等於一路永日 其實你要切之以行去做 包括飲食上的一些調節 做運動 甚至一些食物 你要裏應外合 這樣才可以保持到你自己的臉 是醬膏膏有膠原蛋白的感覺 剛剛講到這支 Bermacept的膠原換藍美肌飲 它就不是單單幫你補充這個膠原蛋白 而它是有一個專利的成份 叫做四大換肌自身引擎 喝了之後 身體裡面就會不斷生膠原蛋白和彈力蛋白 到底什麼是膠原蛋白和彈力蛋白呢 膠原蛋白就像一張床褥 而我們的皮膚就像一張床蛋 你想想如果一張床蛋裡面沒有床褥 我們的皮就會掉下來 所以這些膠原蛋白就很重要 好像幫你撐起那張床褥 而彈力蛋白就像一張床褥裡面的彈弓 這樣就可以令你的皮膚更加有彈性和更加緊緻 所以它還有一個花名叫做彈弓膠原飲 它這個產品還在日本最大的生活情報網 叫做AllAbout 它就入選了這個口服部最佳的美容大相 現在說真的 拍片的時候在很多不同的角度 都不需要怎樣擔心 甚至有時候打電話回香港 和朋友Facetime的時候 我還會問他 為什麼他們不開鏡頭給我看 你之前不是說我很殘 你看看我現在的樣子 致亂動很多 那個人真的 有個人有自信 又或者是有保養的時候 那個人的心情也是不同 現在我旁邊那個 側面就是這樣 而低炒給大家看一下 是這樣 如果我低炒的話 我這裡明顯有個線在 例如我逛街的時候 一直拍著自己這樣說話 其實我自己也不是很擔心 讓大家看到我雙下巴這個位置 嗨 我昨天拍拍片的時候 有點不舒服 所以就很早休息了 現在大家聽我的聲音 都應該有點蒙 所以今天就決定 我今天就有兩件事要做的 第一就是要收拾好房子 第二就是挑戰做這個糖水 對了 我現在就要開始收拾房子 做回一個單身而良熟的女子 嘩 厲害 把聲聞到這樣 拍片收拾房子 嗯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了 就因為衣服是兩個人的份量 我就沒辦法把它再掛在衣架 又或者就這樣摺在梳化上 所以就最終真的買一個衣櫃回來 所以今天就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房子 櫃桶這一方面 就摺好了那些衣服 就把它放進來 夏季的衣服就已經分好了在這邊 搞了一輪之後 好了 收拾房子之後呢 現在就來到做糖水的時間 可能我剛剛說了一大堆東西之後 我的聲音越來越塞了 所以希望大家就不要介意 首先就去拿一些木瓜 牛奶和雪耳出來 雪耳其實我昨天已經浸了一晚 原來在韓國買木瓜是挺難的 這個就是我特意上網訂回來的 現在做完了 原來它真的是一個手殘都可以弄得點的糖水 這次是我人生第一次做糖水 而且第一次做是做中式的 比想像中都簡單 試一下味道 比我想像中好吃很多 那我就上網看了 木瓜雪耳其實真的很滋陰養顏 其實對皮膚也很好 雪耳也算是一個便宜的眼窩 原來雪耳裡面有一些植物性的膠質 其實都可以幫你皮膚補充彈性 和鎖住一些水分 所以為什麼木瓜雪耳就是這麼多人在做 說真的 其實我們這個年紀 做女生真的會用盡很多不同的方法 令自己皮膚保持在最好的狀態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都市一族比較繁忙 未必抽到時間做這些糖水 其實都會挺推薦大家去喝這個 Dermaseb的膠原換藍美肌飲 其實我剛剛喝完糖水之後 現在都可以喝一支 因為真的這個膠原蛋白飲 我自己都喝了一個月左右 其實在各方面都有改善 感覺就好像一個可以喝得下肚的膠原自生療程一樣 不過還沒跟大家說它在哪裡出口 它是百年歷史的日本諾敦原裝出口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服用 其實現在我自己不算是最好的狀態 大家都看到我有點病 但是其實你看到我皮膚還是超級飽滿 蘋果肌這些角位 說真的我們這個年紀不流失已經算是很好的 但是它還可以幫你潑上它一點 所以我覺得是挺值得推薦給大家的 到最後如果大家對我介紹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要去Info Box看看 還有最近它們和萬寧有一個限時的優惠 然後這條影片其實也還有Giveaway 記得在這條影片下面留言 你就有機會可以免費地拿它們回去試飲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啪啪一下突然間失聲 搞到可能收飲又或者狀態其實也未必是這麼好 那希望下一條影片再見大家的時候 會是一個狀態好一點的我 始終我真的生病了一個多月 我很少可以是這樣的 那希望快點好 自從摸了牙齒之後 一直保持著也是不太好的狀態 希望下次見到大家的時候 會是健康一點的我 好了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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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